精美的服饰线条,细腻的人物神态,蓝州掐丝画艺人李海铭,耗时一年时间,用2000多米细如发丝般的金丝,掐出87神仙锦泰兰法郎壁画局部图。 近日,记者在李海铭的工作室里看到,总监作品,共有5幅长约1.2米的板块拼接而成,该作品取材于唐代无道子白描人物手卷87神仙卷,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。 李海铭选择了87神仙卷中创作造诣最佳的一段画,进行掐丝创作。 画中神仙手持各类乐器,呈乐队队形,每位神仙的发型与头饰各不相同,精致却不繁琐,衣袖群肘的线条细腻灵动,非常有款款而动时的飘然质感。 每一个人物的这个表情,包括头饰,包括他的这个一个,我们就叫他一个神情吧,都有所不同。 比如说这些头饰啊,你看他比较在一些细小的部分,包括这个疯狂啊,疯狂的脑袋啊,包括咱们这个手啊,每一个手他有手指,你看吹鼻子的那个手啊,每个手指,他这么吹的啊,这个动感都要很仔细地做出来。 那么你要是这个这个眼睛或者这个手啊,你要稍微那个出来线一点和和进气的多了,他就是这个手就变化了,他就不像。 李海明告诉记者,这幅作品虽然用色简单,但是非常考验手艺人的白描功底,尤其是人物神态的细微之处,可能多一点或者少一点,人物的状态就完全不同。 为了将人物刻画得更精致,李海明查阅了各种版本的87神仙卷和唐代服饰方面的书籍图片,然后进行白描和掐丝创作。 87神仙卷作品就是他整个的篮路全在咱们这个头饰上,头饰的这个画纹上,你看,就是我参与好了好多的,因为87神仙卷有挺多版本的,要跟原稿很复合, 那么我们才按照一些清楚的一些图案,那么有好多的咱们,咱们有租了一些老传统的这个,头饰的这个,就是他这个头饰呀,配饰的这个书籍都有,那么我们就,我们判掉这些东西,把它画得很清楚,就是什么样的头饰就是什么样的。 亚离开 因为 我们 在